古典的审美以及古典的传统 以及古典的哲学的一个范畴 就是自我追求的一种手段 它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层面在发挥作用 因为现在一般的人已经不在习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古老 最受到推崇的艺术形式之一 你觉得它在如今是艺术字画和社交媒体 深信的社会中扮扬着什么样一个角色 书法该如何继续反映和解读当今的大环境 书法在今天就慢慢丧失它的实用性了 可能更多的它归于艺术欣赏的一个层面 因为现在一般的人已经不再使用书法了 它完全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种素养 不是在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了 你的作品很有意思地融合了多种媒介 包括绘画 装置 视频 木刻等等 书法和艺术方面的研究之间是怎么样一种联系 他在你的作品的多元形中扮扬了什么样一个角色 书法可能更多的是我从里面能吸取更多的一个营养 如何通过书法来建立一种世界观 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会继续用到我其他美界的一个艺术创作当中 然后以及书法的这个气韵方面 其实它比如说它跟视频的这个镜头的剪接的节奏 它会有联系 然后书法的运笔方面 那它可能跟现代的绘画它是有联系的 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 实际上在今天的艺术家 在艺术创作当中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 对我的启发性也是非常大的 本次展览的作品都是用了跟他的材料创作的 你这种的材料是第一次用的 能跟我说一下 你使用它来实验创作你的作品的感受如何 这个材料呢 我本身如果使用了一下 它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一个材料 但是它跟古代的某些绢 或者宣纸 或者是西方的布面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然后你从这个里面能找到各种材料的特性 它都能融合的比较好 我这次的创作呢 我也是完全受这个材料的一个启发 然后再结合了其他我所感兴趣的材料 但是它的中心呢 就是还是维尔这个材料本身 给我营造的这种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来构筑我这个作品 所以它也是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有没有哪位书法家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或者你能想到任何影响了你个人艺术研究的艺术家吗 中国的苏东坡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不仅仅是他的书法 还有他的人生态度 然后还有他的人生的境遇 他在某种程度上跟达芬奇比较像 达芬奇也是对我影响很重要的艺术家 本次展览同时展现了传统和当代书法形式 对而是实际的书法联系进行了不同解读 你会如何形容你本次的作品和书法之间的关系 首先呢我这次作品呢 就是说它跟中国古代传统里面的文人 对于这个一种美的向往是有关系的 因为中国古代的绘画实际上 它构建了一种文人的精神家园 首先我是画了有一些山水的意向 它是可以去理解为我们园林文化 那我们园林文化呢 实际上中国的园林文化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院子 它实际上它是构建万物 那比如说在这个甲山里面 你可以看到风景 你可以看到鬼魂 你也可以看到星空 你也可以看到神仙 另外一边呢 是我在设计的一个飞艇 它是一个工业时代的一个产物 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是从东西方古典里面都揭取一个点 然后呢重新再组织 然后它具备一个东方的一个审美力的形容